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喷泉 水池 运河 瀑布 这既不是水上乐园 也不是游乐城 而是一座时间消费型的购物中心 南京水游城 整个水游城项目建筑面积达16.7万平方米 由一个地上五层 地下二层的购物中心 和一座四星级酒店组合而成 其中商场面积约10万平方米 共配有800多个停车位 南京水游城的原型来自于日本的博多水城 博多水城由杰德事务所操刀设计 1996年落成 整座建筑以运河为特色 把为人创造体验型空间放在首位 其次才考虑商业 在企业态布局上 则充分体现了休闲娱乐的 时间型消费模式 这些与众不同的设计 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 其人流量 营业额 甚至超越了福岗的传统商业区 五年前 彭新集团携手博多水城的设计团队 将时间型消费理念带到南京 与博多水城一样 南京水游城做足了水文章 一条人工浴河在水游城的地下一层穿城而过 把商场分成两组 商铺犹如峡谷 磅运河而开 提高了商铺的曝光率 在地下一层的清水平台上 顾客与水为林 一边休憩一边观赏水景 一步一景的水生态环境 让人仿佛置身公园 开放式的天顶设计 把阳光新鲜空气引入商场 位于商场中央的阳光舞台 成为水游城文化娱乐的中心 屋顶空中花园设计 给商场顿天一抹绿意 新颖的建筑形态 时尚类的消费定位 使得水游城开业第一年即实现盈利 年销售额近十亿元 年课流量达到一千万人次 熟悉南京的消费者都知道 南京水游城并非处于商业中心 它位于福子庙商圈 与新街口两大商圈中间属于旧城区 步行至最近的地铁站 也需要500米 面对强势商圈的竞争 和弱势的交通条件 水游城是如何取得这一骄人成绩的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邀您共同剖析 参与本次节目的嘉宾有 彭新集团总裁江雷 方方地产咨询机构总经理方方 上海三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院长高栋 主持人金鱼 那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观察到水游城的地理位置 先天优势并不是太明显 加在南京两大一级商圈的中间 而距离最近的地铁口呢 也有500米的距离 那么属于是南京的一个老城区 商业的处女地 所以呢 先请问江总 当时你们拿下这块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顾虑 当时在规划上 在最初的这个设计上 是怎么动脑筋的 这个我们拿这块地的时候呢 当时也是从另外一个开发商手上 卷给我们 所以拿了这个地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也有很多顾虑 到底做什么 对 带来这个问题呢 我整整走了 走访了几个国家 从南美一直走到亚洲 走到欧洲 最后呢 我决定看下来 看了日本的那个博多雪城以后呢 我感觉这个设施 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定位的 首先呢 它这个设施呢 博多雪城的定位呢 它是所以时间性的 年轻人的家庭性的 那么我们在中国来讲 现在确实实也是 也是年轻人和家庭性消费力量 是最多的 开始步入到这个阶段了 对 特别是日本 它的这个消费理念 跟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接近的 是 所以我去了日本 去了博多 去了三次 最后第四次呢 我跟他们谈了以后呢 他们总像让我说动了 到我们这边来做我们的雪油城 这个理念总是相通了 只不过是我们的消费水准 要到达这个时间点之后 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那方总和高总都去 这个观察过 近距离观察过水油城 怎么看这个项目呢 我觉得我们是看了水油城的 一个运行以后 我就给我们一个 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 有几个镜头 我觉得我们可以感受 比如说我们看到 它跟一般的百货公司 或者购物中心不太一样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 在里面约会的 一个一对对情侣 对 还有很多年轻夫妻 推着婴儿车的 甚至还有比如说老少三代 然后站在这个 B1层的运河旁边拍照流影的 种种这些 然后有妈妈带着孩子 做一些美容等等的 其实从这些景象当中 可以发现 就是说来水油城的这些客源 它其实已经是非常多元的 年龄上是比较多元的 另外就是说它来水油城的目的 其实也这种客群的行为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购物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从这个当中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它整个一个家庭型 时间型的一个消费场所 已经确立了这样跟 我们新街口等等 它这种传统的商业 跟百货中心完全是不一样 南京水油城其实跟博多水城 有很多的可以类比的地方 那么我就从设计本身 拿这两个项目来做一个比较 来看一看他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包括去了一些感受 我觉得我们拿出几个片段来看一看 第一个叫以水为主题 这两个项目都是以水为主题的 那么博多它是以运河 为这样一个中心点 那么水油城其实它也是把水 放在一个运河的这样一个概念 为了纪念以前被填掉的 这样一个南京的运河 但事实上它这个水 其实除了提到文化的概念以外 它还有很多商业的限制选择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水油城 它那个水放在副一层 这样的话一下子就 这个我们讲叫双手撑了 出现双手撑了 它的一个商业价值 再有一个 它这个水 你看它这个水的环路 其实它是跟它的主要道路是 是一致的 混合在一块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水的话 其实那个主要道路 并不是会太明显 所以它的水 其实吸纳了很多的 这个视野跟目光 让这个道路更强化 那么我觉得 其实它这个水 除了文化的概念以外 它对商业价值 对交通流线 其实都是一个 提升 很强的一个提升作用 方老师怎么看呢 在我看来就是说 南京水油城这个地段 仅仅从商业价值角度 可能我们一开始 打个60分到70分 为什么你可以看 它北面新街口 就原来成熟的 市级商业中 两三公里 然后它的东南面 是以游客为主的 这个福祉庙 情怀和景点 它其实处在 这个两个点 架工之中 两个点都已经很成熟 但是恰恰它这个点 说是说是中心 但是呢 其实它的客流 以及有效的客流 其实并不是太足 所以我就可能 恰恰从这个角度 出发 因为它的先天不足 然后就成就了 水油城目前的 这样的一种 建筑上的形态也好 或者它的一个 规划定位 也就是说 当外部不足的时候 它抛弃这些 我本身就成为 一个商业地标 我注入了运河 水井等等 这样的一个概念 形成了现在的 主题购物中心 好 那我想呢 这个彭新集团 赤资15个亿 历时5年 在南京一块 非传统的黄金地段 打造出了一座 时间消费之城 南京水油城 那这种吸引的理念 能否得到商家 以及消费者的认可呢 南京水油城开业以来 进行过哪些调整 稍后呢 我们继续来探讨 水油城的盈利模式 南京水油城2008年 正式对外营业 它是第一个把 H&M ZARA U1酷 无一良品 BHG 超市等中高端品牌 引入南京的商家 与此同时 也把一战式消费的理念 带入了南京 整个购物中心 并没有主力店 力求呈现多样的消费形态组合 餐饮 娱乐 服务配比 向50%靠拢 水油城几乎天天活动不断 清理营造一个 永不落幕的都市剧场 日均活动营销费用 高达3万元 水油城地下二层 以餐饮和运动品牌为主 同时配备了针对中高档市场的 BHG超市 地下一层商业环绕水景布局 聚集了众多休闲类的小餐饮 一至三楼分布着Zara H&M 优衣库等时尚品牌 四楼则以早教中心 儿童娱乐 电影院 美容美发等体验类业态为主 五楼引进了两家大型餐饮 水油城独特的运营模式 是否得到商家的认可呢 应该说我们除非个别的月份 要每个月都在盈利的 那么像四楼现在的这个环境 基本上能让所有的客流相对来说 能沉淀的时间比较长 开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年多了 那从总体来讲 目前运行情况来看了 还是比较良好的 初遥活动 商品信息 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形象 他们都会把我们一起宣传 那么在去年的八月份 我们搬到了二楼之后 业绩确实翻了好几番 那我也希望呢 就是说在妈妈带着儿子过来 或者带着宝贝过来 在购物购物 童装的同时 能看到我的产品 连带消费 餐饮可能希望能再丰富一些 面对商家的期望 水油城的运营能否更上一步 商业配比还将做哪些调整 请您继续关注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据说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南京水油城 在做推广的时候呢 不少市民收到了邀请函 但是他们会误会 这是一座游乐场 或者是什么水上乐园之类的 可是如今提到水油城啊 南京的市民几乎都知道 这是一个能够消磨一天时光的地方 开业一年多来 水油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当时策划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商场定位 我们不是一种 照在笼子里的那种消费理念 这个设计理念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 水空气阳光绿化 这四个东西要互动起来 随后让消费者到这里来消费的时候 感觉到愉悦的心情 让它留得下来 所以我们提问叫时间性消费 时间消费就是 首先你要在这里要挂时间 留住人 要留住人 要有时间在这里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四个要素整合进去 我们里面一个 产生了一个舞台 舞台是什么 就是表演 让大家愉悦的表演 完了以后呢 让大家体验参与 我们如果仔细看水油城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 中心舞台的位置非常有意思 它就在一个中心 水油城这个 它相对来说 这个腹地很深啊 所以如何把人流引到里面 这是一个关键点 而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剧场啊 它其实像一个磁铁一样 把所有的人流吸引到里面 以里面为中心 然后它再做一个二十商业分流 这样的话 让商业在里面比较均衡的发展 所以我说 它的剧场虽然是一个剧场 但事实上 它也是对这个交通流线 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 它整个水油城的一个地块 刚才高院长也提到了 它其实只有两个面 就中华路跟健康路 两个面是商业界的一个界面 然后整个地块正方形 很厚实 有一定厚度 其实这点我觉得对商业地产来说 其实都是我们要规避的 因为界面希望越大越好 晋升越薄越好 就让客流能够 直接可以通达到里面 那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一个水油城 它整个厚度很厚 所以它把现在最后 就是说商业界面价值最低的一个部分 做了一个假日酒店 整个中南部它做成一个 一个零售为主的一个购物中心 那我觉得最巧妙的就是说 它通过这个运河 其实把整个一个晋升的问题给破解了 其实这里边我规讨起来 其实我们就是两根动线 两个守城 这是我们的核心 还有两个广场 你们不知道注意没有 我们有两个广场 一个是从东边进来的一个广场 一个从西边西南角进来的一个广场 然后汇集到中间是那个阳光舞台 所以这两个广场 你看我们的运河的表现手法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这个水跟一般的水还不一样 你们不知道仔细观察了没有 我们那个水 这个水的设备表演 这个就每个点的表演的方法都不一样 对 南边我们是跳船 当中是喷船 左边是音乐的那个表现手法 还有一个水墨 还有一个水墨 所以我们每个水的 在每个广场的地方 我们的这个水的表演方法是不一样 这样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吸引不同的客流的群 进入到这个 因为透视感不是很强的情况下 就是用水来做 把水的文章做主 它本来叫水油嘛 对对对 那就要把细水的这一部分 要做主文章 它的水就其实变成了 我觉得是一个人流的一个输送带 源源不断的输送进去 另外一个因为水系 其实帮助它切割出更多的外界 因为原来它厚度深 全部是内界 内谱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切割 而且它是双向的 多了一颗景观界 而且是双向的 所以我觉得这块当中 其实它的一个水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规划也好 或者水的一个投入也好 其实在这里面 我觉得都是可以得到了一个 一个价值的一个回馈 对对 一开始我们都说 它是先天不足的 虽然我们里面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文章 我相信不是一帆风生 这两年里边的 这个是怎么来做调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 应该说严格一讲 是第一轮的调整 我们一共有四种业态 我们零售业态 还有我们的餐饮业态 还有我们的娱乐业态 还有我们的服务 那么我们现在的比例是 最初的时候是六省 零售业 零售业六省 零售业六省 那个娱乐的是二十几 还有百分之十几的是餐饮 还有百分之几的是服务业 现在我们就把零售业 调整少了 现在大概我估计在五十多左右吧 五十多一点点 娱乐的我们适当的也调整了一下 我们更多的增加了服务业 服务业和小餐饮 大餐饮我们少 我们跟政大的区别 就是政大里面你看有很多大餐饮 我们是以小餐饮为主 这就是我们因为要 要要很多家庭式的这种年轻人的 因为年轻人对小餐饮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们这里边大餐饮就有个小南国 其他的都是一些小餐饮 这就是不一样的 这就挺有意思的 我们这个业态比例 我觉得今后最终调整到零售业 应该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娱乐业和休闲业可能就和服务业可能更多一点 高院长长处基本上是在设计 但是您听了它的配比之后 您感觉什么样 发觉那个水油层它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我不知道说对不对 我们通常来讲 在一个大型的一个模里面 或者一个综合体里面 它往往会主力电会支撑 有几个大的阻力电 然后再加次阻力电 再加小商铺 但在水油层里面 我其实没有阻力电 它是以次阻力电为主 这个为什么它会 里面的流线会做的比较多 然后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理念 应该是 其实它也是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商业演变里面来讲 大家也会把那个 就是面积稍微小一点的 这样的次阻力电为主 然后增加更多的这样商业面积 但是这个对运营要求很高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的 你的管理上的这个要求 现在很多有商业 我们不讲哪一家了 就是说很多商业都是以超市 或者沃尔玛 或者是以出莲花 或者这个比较简单 加洛福 运营起来比较简单 它一个超市 一个超市一般来讲 至少要一万多平方 它作为一个主力电 把它占有了 而超市大家知道 租金不是很低的 不是很高的 但是它一旦 不仅仅租金的问题 这个超市已经把我 其他的零售业态 一网打进了 那这样的其他的业态 做起来就比较累 很难生存 所以我们现在 没有这种主力电 那么摒弃之后 现在你达到的 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有 我们一个效果 就主要是从GOP角度来看 这个GOP的话 我个人认为 我们现在的 大家都认为 肯定会认为 你这个娱乐业 和那个餐饮业 还有那个服务业的租金 并不是很高 你租金高的 肯定是零售业 这个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 娱乐业和服务业 带来的这种客流量 客流量 和客流量在这里的消费 我们叫我们专业用词 叫消费能力 它的消费能力是很大的 因为它在这里时间停留越长 它的消费能力就越大 我们从开业到现在 我们从原来的热均是2万左右的人流量 到现在已经超过 我们去年就1000多万人流量 今年我估计热均大概在4万左右 热均流量 是3万到4万之间 南京水油城的成功 不仅体现在了营业额上 更体现在了分治太来的合作邀约上 那彭新集团下一步 能否在全国各地 来复制水油城的成功呢 稍时休息 我们回来继续探讨 南京水油城的成功 不仅把新兴的消费理念带给了南京市民 同时也拉动了南京当地经济的发展 引进了几百个店铺 那么解决了3000人的就业 那么从这一年多情况来看 商业加上返产 它这个总个这个项目呢 一共上掉了7000多万的税收 在得到各界认同的基础上 水油城这个商业品牌 开始踏上了全国扩张之路 开业仅一年后 彭新集团就在天津 武汉 盘津等地积极筹创 复制水油城 天津水油城以结构封顶 根据规划 其功能定位 商业配套 液态品类 建筑形态等 都将与南京水油城一脉相成 水油城的成功能否被复制 会否进去一线城市 上海会否成为水油城的下一站点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马上为您解码 欢迎您回到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 南京水油城的话题 那从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了解到南京水油城开业以来呢 无论是经济效益 还是社会效益 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我听说江总并不太满意 因为现在呢 我们刚才也说到 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邀约啊 是分支踏来 但是问题是 您觉得现在这个南京水油城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在未来复制的过程当中 您会规避什么 我们开业的第一年 人流量就达到一千多万 对 就总体来讲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当时呢 离我们的从整个水油城的 仗域发展的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要加快 在一线二线 上线城市去进行 复制的进行去投资和建设 因为我觉得中国我们已经到了一定的 就是到了 消费时代到了 消费时代到了 那叫消费时代呢 已经从原来传统的目的性购物 到了时间性消费了 而且这个时间性消费呢 我们呢 希望一线城市和爱线城市 三线城都有区别 我们大致的方向是 一线城市做爱类三类地段 比如说上海 我们做爱类三类地段 二线城市做爱类地段 三线城市做一类地段 这是我们按照现在目前的三个发展目标 进行在全国进行拓展 我们第一站是东北三省 把它做起来 因为我觉得东北三省缺的 不仅不是购物的能力 而是缺的是消费的理念 在南方呢 我们觉得长商讲的 有购物理念 也有购物能力 但是确实是什么 确实是时间性 要有时间给它去消费 就是消费理念要去引导它 所以我们在南方做的东西呢 跟北方做的东西呢 有所差异 我们天津是今年年底开业 明年是盘景开业 东北开业 后年是武汉开业 速度好快啊 方老师怎么看他这个 江总这边的这种地段的定位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以水油城为例 做复制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应该有条件的一个复制 而不是说去硬性的去copy 这样的一个建筑形态 或者这样的一个水的一个元素 因为每个地区 我觉得它的一个城市文化 还有包括气候 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怎么样 我觉得应力之一的 去运用一些素材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 这个复制当中 我觉得是需要去关注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因为整个水油城 我们看下来这两种 两种主要的业的一个是零售 一个是酒店 我觉得到了其他一些城市 尤其是一些内地城市 如果去复制的话 是不是会要在这种组合上 更多的考虑一些 短中长期 就是它各种物业的一个市场收益 来考虑这样的一个组合 因为像南京这个 我觉得基本上都处于 中长线的一个 长线收入的这样的一个物业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也是 我们可能在前期做规划的时候 包括在选择地段的时候 可能应该我觉得做的 更精细的一个规划 江总现在都是自己持有物业 然后经营吗 我们是商业这部分 大部分商业跟酒店都是持有的 现在目前来讲 南京是全持有的 武汉我们将来也是 70%以上是持有的 还有有一栋办公楼 和一个酒店公寓的话 可能会出售 其他的我们在其他城市的话 组合体都有住宅 办公 酒店 还有商场为主 但是我们防止自己经营的这块 全部持有 全部持有 这样的话资金扑上去也是蛮大的 高总从建筑的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未来江总要在全国 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 您提点建议 其实刚才江总跟方总都讲到了 就是我们叫链接 什么叫链接 因为将来肯定 它的一个配比组合会不一样 是 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多中和体的一些类容 那么那些不同的那些类型 它有一个互相的一个组合的问题 是 哪些跟哪些是 可以走 哪些跟哪些不能适应的 包括地下空间跟地上空间的组合 这个环外交通跟室内交通组合 它有这样一个 所以我相信就将来江总他们在复制这个项目的时候 复制这个水游城的时候 他一定复制的是理念 一定复制的是理念 然后通过不同区域的不同的特点 把那些想法落地 这样的话 我觉得复制是有价值的 有风险吗 这个从设计本身来讲 江总先说 我觉得这个风险在哪里 就是文化和理念的风险 就是所谓文化就是 我们现在中国这么大 有南北文化 你能不能接受 这种文化 当时我们从日本引进的时候 也担心这个日本文化 跟我们是不是能够相拥 我们在北方这次做的时候 这个北方一年有四个季节 四个月 那个大冬天的 我们风动的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是我们一个挑战 如果要风险就在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案例 我们说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这是商业地产开发的黄金定律 但是我们在南京水游城看到 它的地段并不是最佳的 却能够在南京夫子庙和新街口 两大传统商圈的夹缝当中 创造出一片新的商业坐标 这一切都源于水游城 对于时间型消费 这种全新消费模式的细致研究 我们可能不再会仅仅为了购物而出门 更多的时候吸引我们走出家门的是朋友的聚会 亲子娱乐 美容美发的享受 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同时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它的吸引力将会超越交通的障碍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下期再会 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 中信出版 光盘天空电话 010-8484-9062 010-8484-955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 我们熟悉的静安寺商圈 近来正在筑巢引凤 那围绕着千年古寺静安寺 一桩桩现代化的多功能的商务楼宇 也正在闪耀着光芒 在众多的商业楼宇当中 其中的五个项目 被静安区政府赋予了一个颇有期待的名字 叫做金五星 那么他们是哪五颗星星呢 他们将未来给静安寺商圈带来怎样的光和热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晨光出现 中古齐鸣 朗朗之声响起 静安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随着车水马龙 上班族们接踵而至 这里陡然转身为繁华的市中心 以千年古刹静安寺为中心 五大商务商业体 呈五星环绕 他们各具特色 是上海顶级商务写字楼宇的代表 有着十分闪耀的名字 金五星 这五颗星分别是 九光百货 岳阳国际广场 惠德峰广场 嘉里中兴二期 和1788项目 他们的涌线拉开了 静安区国际商务港整体规划的序幕 根据规划 至2012年 这一区域将陆续有95万平方米的楼宇建筑落成 其中近八成为商务面积 商业商务总体量将远超 梅太恒金三角区域 静安国际商务港在拔高的同时 也正向纵身升级 静安寺原来的静安小亭位置 改造为公共交通枢纽 一期已经进攻 将建成占地两万平方米 可容纳两千余辆自行车 和四条公交线的民生配套 该配套与地铁二号线 七号线对接 大大方便了白领的出行换乘 也起到了改善周边交通拥堵的作用 在整体区域环境升级的背景下 静安将如何聚集金五星力量 打造国际商务港规划 本期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与您一起前瞻 上海顶级商务商业区的闪亮未来 参与本次节目的嘉宾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陆小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朱连庆 1788国际中心开发商 三宝建设开发集团副总经理林耿毅 主持人金鱼 陆区长我想先问一下您 因为在金安寺商圈里头 其实高级的商务楼宇是很多的 为什么单单这五栋楼被命名为金五星 当初的这种规划和定位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在金安寺地区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好的楼宇 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五栋楼选择叫金五星呢 因为这五栋楼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这五栋楼中间既有体量非常大的 即宾馆即商务和商业设施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楼宇 也有一些纯商业的楼宇 所以呢这五栋楼宇代表了金安寺地区 未来的一个规划发展的方向 一个是高品质的商务楼宇要非常的集中 那么这个呢 现在看来从目前的体量来看 这个条件是具备的 第二个呢服务经济要非常的发达 也就是说在规划未来这个区域的产业的时候 我们要把专业服务业做得非常发达 然后有专业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 和商贸流通业的所谓的总部经济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产业链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个区我们考虑未来的一个发展呢 就是它的综合服务环境要非常好 那么这个地区也是具备条件的 因为这个地区它有千年古刹金安市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金安公园 这里还有很多的商业设施 还有老上海非常著名的百乐门古厅等等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 因为我们想在未来在规划建设金安市商圈的时候 我们想把它作为一个国际商务港的核心区来重点来发展 朱教授也是这个规划的这个策划者之一 那您认为这个区域它相比比如说南京西路的煤太恒 相比华海路的商圈 它有什么样 它的这个特点 这个商圈呢 应该说很有特色 而且它的优势很多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规模 总共加起来呢 它有250万左右 那么在那么一个 大概1.72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 要接规250万的商业楼宇综合的一些设施 而且这一些设施呢 相对于其他商圈来说 你比如南京东路 淮海路 那徐家会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 对 它还是正在建设当中 所以有个后发效应 将来它的品位以及能界可能更高 是 这估计商务港 我想它主要是两大的主题 一个是商务 很明显 那将来和世界对商务的积聚 而且商务的这个第一栋的一员楼 就是在这家里中心 就在这 那它能够产生很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和社会的和国际这个交往也很高 另外呢 就是配套与商务 它将来要成为一个高端的一个消费 尤其是夜生活的一个积聚的中心 所以这是我想是将来两大主题 那坐在我旁边的林总啊 是这个1788项目的掌门人 同时也是我们五颗星当中的一颗小星星 那么那个1788项目当初的这个选址的时候 怎么会选到金安寺商圈 您看中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看到了一个前景 就是说它的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的定位 在上海我觉得是不可动摇的 那很明显的在这个10年里面 它的这个规划就是所谓的一轴双和 就是以南京西路为主轴 它的所有的商业跟它的酒店 酒店是公寓 配合商务是一个同心圆的核心 它是有梯度的分布 你是觉得这个地方的配套特别好 是的 它是梯度分布的 这个是在整个上海市前所未有的形态 配合它的这个中间这个 土西唯一最具规模的展览中心 以及完善的城市道路 轨道交通 把所有的地铁口都接到五颗星星里面 这个我想大概没有其他的区域 做得到这件事情 那区里面花了很多的力气 在协助整个项目 所有项目的推进跟发展 再配合上文化的底蕴 以及最巧妙 在这么繁忙的都市丛林里面 有静安寺和静安公园的景观的留白 所以您看重的就是这块地方 它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那些人文背景 和它的梯度分布的这种商业规划 那我想刚才我们嘉宾的一番描述 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 静安寺商圈必将成为上海 最具代表性的顶级商圈之一 那对于这个商圈的期待 不仅仅来自于这个五大商务 和商业楼宇 它们单个体量和定位的高端 更是来自于它们彼此间的 这种积聚效应和静和的效应 每一座商务商业体 都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且看这些高端开发者之间 是如何错位竞争的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金五星以南京西路为主轴 楼宇经济的汇聚效应不可小觑 而在这么一个商务商业密集区 金五星之间如何错位竞争 挖掘自身优势呢 九光百货是其中唯一的百货商场 2004年开业 2007年营业额皆达15亿 6000平方米的地下超市 堪称上海效益最好的超市 营业额占整个商商的30% 超市中60%以上的商品为进口商品 以其优良的品质 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百里 岳阳国际广场 由一栋50层的甲级办公楼 一座22层的精品酒店 和7层的商业群房组成 办公楼入住公司 均为全球知名企业 如安永 摩根大通 欧莱雅等 普利精品酒店定位为 都会桃园般的奢华酒店 即将开业的瑞欧百货 则是与酒光不相上下的高端百货 惠德丰广场 由著名的香港酒龙舱投资建设 主楼高270米 直冲普西第一岗 商业群房面积仅1.8万平方米 基本定位为超甲级写字楼 家里中心二旗 仅邻家里中心一旗 预计总建筑面积 约27万平方米 是目前在建的体量最大的商务楼宇 以其88项目是普西第一座 通过例子 旌旗预认证的国际甲级写字楼 节能环保的设计为其特色 不仅降低了租户的使用成本 同时提高了办公的舒适感 采用灵活的分割级组合 单层面积从130平方米至3000平方米 五星汇集 怎样的规划和布局 能实现区域内商家的互补与供赢呢 请您继续关注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欢迎回到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那通过刚才我们的短片啊 我们看到了金五星 每一颗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光芒 陆确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五颗星不同的这种商务规划和商业规划 他们各自的这个特点是什么 在金安市上圈这五颗星 包括其他的商务楼宇 其他的商业设施 他们之间呢 当然都有一个竞争关系 但是呢 每一个每一颗星 或者说每一个商务楼宇 每一个商业设施 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我们有的楼宇 它有宾馆 有商业设施 有办公楼 它可以组合的比较好 有的商务楼宇 它是大体量的 纯商务楼宇 有的就是纯着商业百货 所以呢 每一个楼宇之间 他们又在追随自己不同的目标客户和定位 所以在这样的区里面 我们区政委也是鼓励 引导这些楼宇在错位竞争 在这样一个区里面 把共同把这个区的品质提升 这样的配比能够就是 或者说您期望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期望达到的是一个 比较健康良好的商业商务的生态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的是 商业跟商务之间能够平衡 商业商务跟不同的配套之间 比如文化娱乐休闲之间的平衡 商业商务和宾馆酒店 乃至于部分居住之间的一个平衡 还有就商业内部高端的奢侈品商业 和一般的大众消费之间的平衡 林总 这个就像1788 你们怎么去找到这种差异化竞争的这个点 是的 其实1788的定位 它本身是一个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我们设计的理念是 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叫做 DCO 就是Energy Creative Organic 那也就是现在所谓之下最风尚的这个低碳 那低碳它所造就的结果 反映在租户的最直接的 就是它的这个管理成本 营运成本的降低 因为你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 那第一就是说 它的外观 我们取消了最令人诟病制造光害的木墙 我们就让这个建物的节能 的空调等等的费用 做了大量的下降 第二个 我们在屋顶也设计了风力发电 它的效能是可以让整个 这个大楼整个项目的公共空间的电力 完全是来自于自然 第三个 我们也设置了所谓的直营水系统 甚至还有附风压的吸烟室 那更进一步的我们在地下室的空间里面 有这个电动车的充电 那诸如此类的这个手法呢 也造就了我们在一些建筑规划面积上的节省 所以我们的得防率是其他项目 大过他们10% 哇 是的 所以以此来吸引到你更多的租户 其实能够留在你这个地方 那从商业配比上来说的话 你这边又有什么特色呢 因为再往前有煤太恒 有LV有Gucci 然后往这边来呢 又有酒光 这个你挺难做的 我觉得 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商业的定位上 其实我们大量的餐饮是少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特色餐饮其实在 不管是上海市静安区 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卖点 那光这个上海第一个这个绿建筑项目 商务楼1788 再加上普西第一高楼会得丰 每天的就业人口就有2万人 是 所以这个地区 吃饭是个问题 吃饭的周转率 这个所谓的翻桌率 就是其他地区的好几倍 好几倍 所以我是简单就是透露到这样 所以我觉得立足在这个不可败的点上 去做一些更完善的规划 那我想是我们这个项目 最大的一个竞争卖点 周老师 因为九光是五颗星当中 唯一的一个纯商业楼域 而且他从这个04年开业以来 一直是非常成功的 一直是排名在这个单体百货 销量排好网站 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那么从现在来看 这样的这个配套里面 为什么不多增加一些商业配比 您怎么看 这个商圈呢 它实际上和这个梅泰衡啊 近在支持 是 那梅泰衡基本上都是以购物为主体 那除了一些商务楼域 那么许多的大牌 国际一线的品牌 都有了 都集中在那 那集中在那 那么这儿呢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包括岳阳 包括这个这个 九光 也有一些购物 那么其他一些商业呢 那就需要考虑了 你都是搞这个商业呢 就有点天肉竞争之险 而且呢 再放大看 再放大看 包括淮海路商圈 甚至 外滩园 还有四川路 包括这个 徐家会 也都在 搞这个品牌 所以我想 这个配比呢 是适应于现代消费 而且适应于这个商圈的这种性质 以及适应整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陆区长是这样吗 就是您还是觉得 不要去贴肉的去竞争 对 商业的竞争呢 最好是有点错位 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特色的商业 实际上刚才讲的九光 我个人认为 九光实际上不是给 也仅仅是一种歌舞 刚才诸教授叫 完全同意 实际上九光给人的 一种是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想一个 放大到整个 金安市商圈也是这样 我们期望 金安市商圈 今后在商业布局上面 更丰富一点 也就是说 人们更喜欢到这个商圈来逛逛 来看看 来体验一种 现代的生活方式 我想随着这个金五星的 冉冉升起 我们在期待的同时 又有一点担心 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 早期的陆家嘴 白天熙熙攘攘 人来人往 可是到了晚上 可能它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那么光有高端的商务楼宇 是留不住人的 我想这也是在金安市工作 生活的白领们 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我们接下来 就请陆区长 给我们揭秘一下 金安市商圈下一步 如何成为一个 有声有色的商圈 提起金安市一带 老上海人 喜欢称之为上之脚 这里曾经是上海 高端别墅的聚集区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随着中产阶级的大量入出 一些高档的商店 剧场 电影院 西餐厅 咖啡馆 也陆续沿街开设 而今伴随着 静安市商圈的开发 这里又重新跃上 上海高端商务商业的舞台 焕发出新的活力 那么在建设高端商务商业的同时 如何让配套也更人性化 既然去有很多高档的地方 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职业人士 或者白领 他每天中午 如果没有食堂的话 要解决正常的一个公务午餐的话 不够 上海历史上最著名的夜生活场所 百乐门坐落于此 舞厅盛极一时 社会名流长云即于此 张学良和徐志摩是这里的常客 陈湘梅女士和陈纳德先生 在此订婚 如今仍有很多人 再次怀旧拍照留念 在铸造国际商务港的进程中 静安区应该如何建立历史文化场所 在符合现代人生活消费习惯的同时 延长白领在商圈逗留的时间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邀您共同探讨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我们的节目采访了欧莱亚的总裁蓝珍珍 她作为在静安寺工作的上班族 期望在静安寺能够有更多的 解决白领工作餐的场所 而著名的作家陈乃珊老师 小时候他就生长在这片区域当中 他期望静安寺的消费能够更亲民一些 对于文化设施的建设 也能够更多的扶持一些 据说这些想法都跟陆区长的想法 是不谋而合的 您也希望在这个区域当中 能够多一些书店 多一些酒吧 或者是多一些咖啡馆等等 甚至多一些电影院 您也曾经为星巴克 开了很多绿色通道 您是怎么想的呢 在这一块上 我们在规划建设 这个静安寺商圈的时候 我们也广泛听取了 入住静安寺地区的一些企业的意见 包括楼宇业主的意见 听听他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总的一个想法 这个商务区 我们今后的配套 应该是做的比较完善的 也就是说 它的环境应该是更加便捷 更加人性化的 那么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是在这里工作上班的白领 他们的生活 比如要解决他们的午餐问题 比如要有更丰富的 他们的为他们的业余生活提供更丰富的一些条件 所以我们在规划建设这个商务区的时候 我们在布局上 在今后的规划上 就您刚才讲的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电影院出现 我们也建设保留了很多的一些咖啡馆 我们未来可能还要建设更多的一些健身房 健身设施等等 总的一个想法就是 让更多工作 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 能够喜欢这个区 能够觉得这个区域是很人性化的 很便捷的 业余生活也是很丰富的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素 我想这个区域将来的进一步的放荡 不仅仅是五颗星 北面有玉圆路的餐饮街 南面还有画山路的 包括戏剧 儿童艺术剧 很多的文化的这些成分在里面 所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 所以我们就理想的 就把它打造成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 有血有肉的 而且整个生态环境相当完美的 包括交通 停车 以及地下空间的开发 以及低碳化的 生态化的 这些理念都能够贯穿在这里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这种留白是空间上的留白 但是是人在填补 就是你把更多的人拿过来了 其实留白上的人啊 星星点点 更是这个五颗星的点缀 这就做的天人合一了 融合在一起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陆区长是不是不舍得呢 因为就对我说了 寸土寸金 每个地方可能它的这个 每寸土地产生的效益都很大 应该是舍得 因为这个舍得实际上是为了一种理念 为了一种现代商务区发展的理念 你只有舍得腾出空间 给大家去休闲 给更多的吸引更多的人来 留出更多空间给文化 给大众 这个商务区才有生命力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考虑是百乐门要和我们金安寺院打造的 现代戏剧股融合起来 也就是说金安寺地区未来除了历史上传承给我们这些文化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现代元素 我们要把现代戏剧的文化融入到金安寺地区 金安寺商圈的改造当中留下了许多公共空间 同时呢 在招商当中也已经不再以税收为首要的衡量标准 这些看似不符合现代商场竞争规律的这样一个做法呢 却给留给了未来的金安寺商圈更多的伸展空间 而要打造一个国际商务港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也由衷的期待 金安的金五星能够引领上海的商业楼宇蓬勃发展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下周再会 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 中信出版 光盘听口电话 010-8484-9062 010-8484-9555 决战商场 由家宝集团冠名播出 他们是城市的地标 他们是繁华的写真 商业空间的新语衰 城市经济的晴雨表 中国首当商业地产实战栏目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近年来伴随着市政配套日益的完善和低碳生活方式的兴起 很多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 已经不再仅仅把城市的商务中心区的写字楼 作为企业总部的首选 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和研发企业 由于业务和人员的不断扩张 控制物业的成本已经变得十分的关键 拥有绿色生态环境的产业园区 正成为这一类企业总部办公的新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产业园区的龙头 张江高科技园区呢 以及得天独厚的优势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租户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成群结队的野鸭 初双入队的鸳鸯 慵懒的乌龟 都在这里找到了休憩之所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派田径的田园风光 在这里春江水暖鸭仙枝 池水碧波荷花盛开 四季有花三季有果 连屋顶都被绿色植被覆盖了起来 优美的生态绿色环境 很难让人把它和传统的科技园区联系在一起 但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张江高科技园区 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于1992年 如今已成为产业园区开发领域的临跑者 张江园区位于普通新区中部 核心区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 园区经营总收入突破千亿 以IT 软件 生物医药产业为主导 园区内不仅有科技创新区 高科技产业区 还有科研教育区 创业服务区和生活住宅区 近来地铁二号线延伸段和油轨电车相继开通 园区的交通配套已日趋完善 截至2009年底 入住张江园区的企业数已达1650家 外资企业达753家 较2006年增长53% 近年来大型跨国总部型企业纷纷入住 杜邦 IBM GE全球研发中心 相继从繁华的市中心CBD举佳牵制了张江 究竟是哪些因素让这些国际知名企业放弃优渥的地段 入住张江产业园区的魅力何在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与您共同走进张江高科技园区 参与本期节目的嘉宾有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顾学利 上海中科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孔华威 高委环球综合发展顾问及代理部中国区总监黄振宇 主持人金鱼 那刚才通过这样的短片 我们发现张江高科的园区建设这几年发展的是非常的神速 而且吸引了这么多的企业前去办公 孔所长听说您在深圳杭州都待过很多的园区 怎么样选择张江的时候是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 实际上有一个看中张江的是一个在宏观上我们非常看好 因为当时是一个聚焦张江 包括浦东开发的是试验田 包括以前我们的超算中心也在那个落户的张江 所以我觉得张江我们聚集了很多 就是高端的那个叫科技类企业 所以这样的有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那么来了以后发觉呢 这个确实有很多就是人才的很多优势非常多 这点尤其是以IC制造业为核心的一个产业链 这点是别的园区 包括它基本上属于规划是一个不叫产业链 叫产业块比较多 那么张江这一点是做的比较有特点的 所以这种聚集这种产业链的打造 而且整体的规划是当初吸引你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像高纬环球好像是这个像GE 像这个IBM都是你们是全球租业租物代表之一 那再撮合就是这个他们到张江来 你们当初怎么去说的这个媒呢 其实当初我们在2004 05年的时候 IBM这些其实整个调整它的亚太策略 原来呢它在市中心的瑞恩广场 面积也就是在五六千平方米 那现在呢一下子它的亚太战略调整之后呢 它在中国要投入重病 它的人数包括资金包括精力 都是之前的十倍 那因此呢它必须要找一个相对来说 有一个十年十五年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地方 对首先得地方大对不对 对对对要足够大 然后呢因为它的人才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端的人才 那对商务啊交通啊需求其实也是比较多 那当时呢就包括跟市里面市政府 那包括亚太区的IBM亚太区的总部呢 他们都有聊过 他们觉得普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值得去考虑的地方 在相比其他的一些开发区之后 那最终这个项目就是决定还是落湖张江 那包括机翼现在也是把他们的就是 整个的中国区的总部也从横浪广场搬到张江 那我们同时也在做它的设施管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超级公司 目前在中国的业务 包括他们在张江的这个整个经营状况 都是非常好的 而事实也证明我们当初给他们的这个策略建议 是比较正确 那刚才黄总说到其实把IBM和机翼引进来的时候 顾总这个当时是非常支持的 那作为张江高科的这个掌门人 您当时的心情是不是也挺矛盾的 这段磨合期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呢首先要承认大企业向园区搬迁是一个机遇 当然也是一个挑战 那我们首先是非常欢迎这样的企业到张江来 仅税收一项对浦东的贡献就相当可观 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呢 对建造物业的标准 对商业配套服务都提出了挑战性的要求 是 应该说通过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烦恼 提升了园区 为大企业服务的这个能力 第一个就是物业的量身定制 他要求是非常明确的 对 就是要为这个企业来打造专有的研发办公 楼宇 第二个呢 就是他对这个周边的商业配套要求 提出了他自己的期望 他的目标很简单 他希望来自淮海路的员工在张江 不要感觉到更多的麻烦和不便 所以我们提出的口号呢 是在张江 张江不可能打造淮海路 只是能够提出 就是说通过我们实施的叫五个一工程 来实施他的方便便捷 比如说一定要有好的中餐厅 好的西餐厅 要有便利店 要有咖啡馆 甚至要有银行的这个ATMG 配套设施 使得他这个企业呢 在这里员工生活得更方便 我们认为引进大企业总部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进行城市化建设 和开发区建设是一个能力的提升 应该说在这几年当中 也是在不断的磨合 在不断的摸索当中 其实把园区的各种配套 以及物业的规划 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的过程当中 是的 那张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从1992年成立以来呢 引进了不少先进的园区开发经验和理念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单调的园区经济 今天我们谈下来发现呢 可能也可以做的那么有声有色 不过在我们做这期节目翻看资料的时候 发现其实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 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而它的建设过程当中 有关园区发展模式的思考和选择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中的也包括来自各方的不同的声音 在商市休息之后呢 我们来听听顾总是怎么来回应这些质疑的 今年6月张江企业服务联盟正式成立 张江的经营者提出产业园区经济 已从单纯的扩地卖楼阶段 升级到了运营服务时代 张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一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 其营业收入实现了同比37.1%的增长 物业销售收入递增是主要因素 而张江全面创新的配套服务 更是其不可忽视的差异化优势 张江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为中小企业提供从创业注册 到管理投资的一条龙服务 有一个台湾公司到了中国之后 赚了两年花掉了200多万人民币 没把这个公司给设立起来 但是就是碰到我了之后 帮这个企业从注册 一直到银行的账户 包括它外汇管理局 包括海关等等的一些流程 大概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它的一个亿的这个机车 就运到中国来 为了更好的贴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需求 张江还专门试点推出了 小额贷款公司 张江小贷就是其一 在企业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可能就找得到小额贷款公司的影子 这一次中组部的千人计划里面 张江有16家企业入选 我们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企业 是我们支持的对象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让他们拿到了他们需要的一些资金 为他们企业的发展 也是起到我们应该的作用 数讯则是一家最初在张江起步 现已走向海外的运营服务商 是目前国内领先的中立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 2008年我们打造了 按照国际这个标准 打造了我们最好的一个国际一流的数据中心 那么这个数据能够提供给我们用户很多的一些服务 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原区的一家企业 这个生物医药企业叫英博肯 那么他们来了以后 从他们最早的这个语音通讯 到他们的这个宽带网络 最简单的到最高端的一个服务 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张江的配套服务上去了 是否意味着租金也将水涨船高呢 产业园区经济的未来发展路径 将指向何方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请您继续关注 欢迎回到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看到张江高科经过18年的园区经济的探索 已经成为了全国各大园区对标的对象 但是呢 随着众多总部型企业的入驻 中小企业的发展 以及张江配套服务的扩容呢 张江高科也遇到了不少的困惑 引来了一些质疑之声 最近就有一些媒体写报道说 张江的租金涨了 某些地方的租金堪比陆家嘴 这是在逼近这个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外迁 顾总怎么回应这些报道 怎么看这些报道 应该讲 张江作为一个城市化发展比较快的科技园区 实际上它的租赁价格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梯度 它既有比较好的假写字楼 也有支持创新创业者的浮化器研发楼 就是比较低廉的这种租金 包括同样的这个员工公寓 包括同样的商业设施 在为企业服务方面 我们也有不同的价格对应体系 来支持进区企业的发展和为进区企业服务 那我们呢 有一个联想 上海呢 经过改革开放30年 已经发展的速度在不断的提升 但是人们不可回避它一个问题 就是上海的商务成本 土地价格 以及它的房价都在提升 甚至有的方面反应的可能提升的过快 那么为什么上海还会吸引大量的人 进入到这个城市里来 而且很多人呢 从景到上海来发展 它呢 和张江一样 实际它有三个吸引的条件 或者是吸引的因素和原因 一个呢 是在这里 可能获取的机会很多 不论是人的就业的机会 还是企业发展的机会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比较好的城市配套的服务条件 有这样的配套 就使得人员或者企业 有更好的发展和快速发展的可能 第三个呢 它有一些历史的沉淀 它有成功的梦想实现的故事 张江也是一样 它吸引了大量创业者进入 他们总想着 我能在这里 像其他的成功创业者一样 实现自己的梦想 刚才顾总的谈到一个创业企业的问题 就这里边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关注 特别关注新技术的预域的创业 新新技术层 那个创业里边有一个叫创业成本 这创业成本里边 当然房租是个非常重要 肯定是一大块 因为国外很多就是叫车库创业 或者深圳叫做公寓创业 都是因为把房租卸下来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成本 它可能刚才 公众讲的两个 一个是叫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 还有一个是叫人力成本成本 这两个是最别重要 所谓机会成本在哪 就是你 比如说我们有人唱歌 如果是在一个小县城唱歌 那你唱完之后就县你的个性 但如果你在纽约 百老会唱歌呢 那唱完之后你叫国际个性 那唱歌是模式一样的 那这里边很重要 那么将来你的张江 张江创业的时候 同样三个人开发一个软件 也就是说 可能是国内比较领先的软件 所以这个成本带来人家 就是你可能有折算回去 比如说你那个成本 可能会降下来 中体加起来 最后就是个实践成本 就是你能够快速在这里 一个从一个想法 变成一个产品 最后能到走到 或者说差IPO的路子 这个时间成本 你降下来的话 然后你再去除 除你那个现在 比如说我 我现在那个 那个房地产的 或者租房的成本 那就这么去考虑 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 是 您说的是中小企 而且这个是非常关键 因为这是基石 但从大企业来说 高尾环球有很多这样的租户 或者是您的这个客户 您会建议哪些企业 去到张江呢 现在我们发觉 就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很多的这个生物医药行业 半导体行业 IT行业 包括一些制造业的总部 他们的亚太 亚太运营中心 他们现在都会 就是有兴趣 有很强烈的兴趣 搬到张江去 而且我们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在这个过去 在搬到高科技园区 不单单是张江 很多的 就是促使他们发生 这些重大的决策的话 都是超过 一万平方米以上的 甚至一万到六万平方米之间的 也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些企业他们在中国 他们在亚太的策略都已经成熟了 或者是这个稳定了 进入扩张期 他们训练一个快速扩张期 已经一个初步的 初步的一个发展期已经经过了 那我们看到这种企业 跟张江的匹配程度 是非常强的 顾总在这个选择的时候 您觉得两位 所讲的这些 这些客户的这种形象 在您的心目当中 够不够这种标准 您选择的标准会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是以产业为导向的 就是说你要符合张江发展的主导产业 比如说生物医药 比如说IT信息技术 比如说这个现在发展的 这个战略的新型产业 新能源 这个新材料等等 那么中小企业的发展 张江在引进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上 首先看的是你的技术创新的能力 就是刚才孔徒商讲到的 因为他要有技术创新的这种要求 或者这种动因 他才对人才 对上海这样一个地域环境 有更好的依赖性和选择性 这也是张江 张江在解决 我觉得这个黄先生讲到的 就是有一部分在中国已经成长起来 并且他希望在大陆 或者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工商业城市 得到更加快速的扩张和发展 对这个企业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那我们在解决这些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入住上 我们提出就是说 要针对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来做一些支持和扶持 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发展中的困难 使得他觉得在张江发展的成功几率会更高 或者说有借鉴的经验或条件会更充沛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土地的供应是有限的 而依靠粗放式的房地产租赁 很难是来维持企业利润增长的需求 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张江高科又如何解决呢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我们下节继续探讨 作为新型产业转型期的新型者 和科技工业社区城市化的创新者 张江高科正把目光放眼国际领先的产业园区 在对硅谷的研究中发现 科技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离不开软环境的培育 就在斯坦福附近的大学咖啡吧里 几杯咖啡曾弹出了谷歌和贝宝这样的公司 张江正在让园区走向社区化 打造企业间个人间亲和的沟通环境 实现企业的有效聚合 iTalk就是张江科技社区的一个缩影 2008年成立 由上海中科计算技术研究所发起 最初活动范围仅限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内部 可是现在每周三的论坛 已成为在张江浦东乃至长三角区域创业者 技术专家的交流平台 张江人希望将这一个个单个的智慧集聚起来 发挥出成熟效应 产生硅谷般的创业文化 谁又能说张江的未来 不会诞生在这些非正式的网状交流平台中呢 那么在张江园区 除了这些非正式的交流平台外 它还需要哪些服务配套呢 究竟什么样的园区才能为企业提供真正的价值的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邀您共同探讨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说取这个产业园区啊 大家都会认为园区的开发商 其实就是一个房东 而它的利润来源呢 就是能够获取多少的租金 张江高科虽然也是一个产业园区 但是他最近呢 却做出了许多超出房东定位的这样一个工作 比如说最近张江高科成立了张江服务联盟 而这种形式在目前的产业园区当中是不多见的 我们来问问顾总 您这么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我们做服务 专业服务联盟呢 是做一个推进 这个服务联盟呢 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需要的社会化服务 这个衔接 那么我们举一个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呢 在发展过程中 它仍然希望在张江有比较好的信息传输和图像传输服务 这个在IT产业特别的需求量大 需求量很大 那么我们在90年代后期和这个2005年以前 我们尝试的是保证光纜到楼 保证电话传输信息畅通 互联网能够达到每一个企业 但是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呢 他们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比如说他们希望能够有服务器托管 能够有更便捷的和大洋彼岸 甚至和美国和硅谷的这个传输 选择手段更好的为这个中小企业服务 包括在张江的中后期发展之后 有更多的各式各样的除了这个商业的层面上面 更多的文化层面上面 就是能够包括这个体育运动方面 这个能够使整个张江人 不单单是在那边工作 我们更鼓励在那边生活 我们看到不管在欧洲还是在美国 不管在东岸还是在西岸 包括我们自己在印度这边有很大的这个经验 我们开始看到就是园区的发展跟城市的这个发展 这个其实相结合怎么样去融合 这才是真正的就是比较能够让他这群人能够稳定下来 由一个园区变成一个社区 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这个其实是张江可能在18年之后 对您提出的更高的一步的挑战 那孔所长对顾总这边还有什么期望吗 我也希望能够对张江的这个 刚才说创新社区文化的形成 成立一种非常好的 我们希望做贡献 那我们具体在做的过程中 可能也刚好也在跟张江一起的做的 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ITalk这个论坛 我们现在还是单个的 能不能我就我就说跟顾总 我们以前在讨论 能不能把它变成个网络化 那这也是个顾总提高 能不能把这些物理空间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能够聚在一起 或者大家互相能够串起来 这可能我们这个能量就惩罚效应 我们作为张江的运营商 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个形势 而且我们会通过其他的路径或措施 使得这种形势能够扩展开来 张江在上海只是普通新区的一个科技园区 但是它的核心区域竟然超过了25平方公里 它在外面又有四个相对带动的小园区 25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应该说跟我们国家特区澳门一样大 它是一个技术城区 是一个科技工业社区 它需要完备的城市化 也需要为产业发展 不断的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我们在2006年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命题提出来了 就是说从开发转向运营 从运营要注意服务 服务又要做好基础服务和产业的专业服务 来促进创新创业的火花的并发 来支持这个园区不断的保持一个持久的活力 是 那我想从开发商到运营商的思考 这实践可以说是张江高科为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 摸索出的新的发展之路 那过去顾总在做的是一个长量 未来您可能运营商要做的是一个变量 而这种变量也就是孔所长说的 就是乘以N 这种乘数效应 可能才是我们通往这个科教新国之路 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 中信出版 光盘听口电话 010-8484-9062 010-8484-955 我们下周再会 城市经济的晴雨表 中国首当商业地产实战栏目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北外滩是上海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地区之一 也是海派文化重要的发源地 随着两个中心建设的深入呢 以航运产业为特色的北外滩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实际上啊 新的北外滩的概念已经由来已久 但是一直给人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如今呢 伴随着一批项目的开工建设 这个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区域 已经真切地出现在世人的眼中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一起了解一下 开车驶过老外滩 再穿过外白渡桥便来到了北外滩 北外滩曾是上海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地区之一 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近代中国从这里出发 小心翼翼地走向世界 百年之后 老码头旧时的人生嘈杂 已被现代化港口里巨型游轮的汽笛 冲散在历史回忆之中 今天的北外滩有了新的身份 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的重要区域 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商务区 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外滩地区范围 东起大连路 秦皇岛路 西至河南北路 南起黄浦江 苏州河 北林周家嘴路 规划用地面积3.66平方公里 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对黄浦江两岸地区 百年大计 世纪精品的要求 北外滩江建设以航运为特色的 商贸办公发达 居住舒适 交通便捷 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新兴城区 政府对那个北外滩地区 或者说整个洪购区提出了 这个产业的特色提出了 就是说 以发展航运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 所以我们都要拖出 它的航运的这个特色 而北外滩这个地方 可以发展那些非银行的金融性的机构 我感觉 今后的北外滩这个地区 和航运相关的 或者有航运特色的 金融的这样的公司项目呢 会像雨和船船一样的 不断会出来 不断有这样的项目 那么雨之巷配套呢 就要需要符合这个产业发展的楼宇 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地区的 就差的地主 还是我们的楼宇的 消失价格 我感觉具有竞争力 这一点呢 我对这个地方是充满信心的 作为上海市确定的 唯一的航运服务集聚区 北外滩区位优势 可谓得天独厚 目前 北外滩地区已经集中了 2300多家国内外航运企业 成为大陆航运要素最为集中 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伴随着上下游产业链向北外滩集聚 一批批与之配套的高档商办楼宇 也正在加紧建设中 那么作为北外滩高档写字楼集群中的 重要议员 浦江国际金融广场 为何选择落户北外滩地区 开发商鸿泰房产的决策者们 又是如何把项目定位同北外滩的定位相结合的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即将展开探讨 参与本期节目的嘉宾有 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文东 美国Gassler建筑师事务所副总裁 亚洲地区设计总监夏军 代德良行房地产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华东区写字楼部董事杨达 主持人金鱼 欢迎您回来继续来关注决战商场 先请教杨总啊 其实鸿泰拿这块地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当初在选择的时候 怎么会选中北外滩 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的依据 能给大家说说吗 因为呢我们两家股东 一家是长江联合子弟 一家是新王部子弟 那么这次呢他们强强联手 联合打造我们北外滩的 补江国际金融广场 是基于共同的一个战略判断 因为我们认为 就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和上海的国际航用中心的建设 是国家战略 也是我们上海自称发展的必然选择 所以呢我们认为 参与北外滩的项目 也是把我们企业的目标 融入到那个上海的发展的战略中去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认为 我们上海的企业都有浦江的情节 能够参与到黄浦江两岸的开发 北外滩是一个重要的区域 第三个呢 我们认为 如果说老外滩是上海的过去 陆家嘴是上海的现在 那么北外滩我们认为是上海的未来 是基于产业积聚的一个体现产业积聚的一个地位 和以后的一个就是产业提升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 所以它的前景是不能用一两句话所能描述的 是我知道这个杨董事你们带的两行是参与了整个这个试调的这个过程的 您怎么看就是说刚刚我说的这个问题 从整个规划以及北外滩的整体的发展来看 您认为这个当中最有看点的是什么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说 因为以前可能北外滩稍微滞后了其他一些区域这样子 但随着政府的那个两个中心的落实14等等 再加上交通的完善 我觉得未来也是 北外滩肯定会是上海其中一个主要的商业区 就是说已经把它定位 就是说在未来尽管它起步落后了 但是它迅速赶上的这个势头已经开始显现 对 那么夏总我们从这个设计方来说 一个宏伟的目标要最后落到图纸上 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这个图纸最后是要反映大家的这个宏伟的目标的 所以这个过程您给大家说说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说所以两个字 一个要定位要准确 第二个特点要鲜明 是 就是这设计的 那么定位是怎么样定位 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个楼它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 国际化的一流的甲级商务写字楼来定位它 所以从设计手法上来讲 就我们把它做得很纯粹 标准设置很高 就这个是很关键 就是说我这个楼如果我放到小路加嘴 它从设计的形态 它的空间 它设计的标准 都是属于在里面 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商业地产的选址 有的时候比住宅产品更讲究地段 宏泰是有了一个先发优势 占据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区域 但是还得有与之相匹配的这样一个项目才行 那我想这个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这个项目呢 我们知道它是与众不同的 但是它到底不同在哪呢 下一节我们再接着聊 浦江国际金融广场位于虹口东大明路南侧 属于北外滩岩浆的第一层级 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浦江国际金融广场 将是一个总建筑面积 近12万方的标志性建筑 其中包含一栋38层 高180米的纯半工楼 这也是北外滩岩浆第一层级的最高建筑 此外项目还包含约1.2万平方米的商业 提供完善的高层次商业配套 由东道设计创作的浦江国际金融广场的logo 很好的诠释了项目的定位与内涵 往往在线标志本身就是最好的标志 因为它本身就是标志性建筑 这个B也是英文的外滩 商务和光明的未来的首字母 同时本身它也 这个地方它本身是一个圈的同时 它也是一个三角形 那么也代表了金三角 就是这么一个地域性的特点 比如它建筑本身也是一和零 我的标志也是一和零 其实这个计算机的基本编程语言也是一和零 那么其实可以体现它这个 就是这个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这种 危机的这种智能的 它这种数字化的这种接入 我就能够体现出来 浦江国际金融广场采用地缘热泵技术 严格控制玻璃幕墙的遮阳系数 空调系统可以24小时监测二氧化碳含量 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实际上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设计几亿起高 他们在做商业和做办公之间 又是如何平衡取舍的 他们为何要花更多成本在建筑的节能环保上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请您继续关注 欢迎您回来继续来关注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那本期我们关注的是北外滩的写字楼项目 那杨总啊 现在其实在上海滩上 我们看到的写字楼特别是甲级写字楼也是不少的 刚刚我们说了浦江国际金融广场与众不同 它到底与众不同在哪里 我想我们这个项目有几个特点 或者是我们认为有几个标杆 第一个呢 我们这栋楼的主楼建筑 总高度是180米 那么在沿江的第一层面 它是一个制高点 它能够直面黄埔江小路加水 以及把外滩 所以它这个高度和无敌的将近 是它的一个亮点 第二个呢 这是天使 对对对 它先天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功能上的一个标杆 我们认为 我们定位它为一个金融的服务的功能 在北外滩目前的项目当中 这样一个功能定位 我们认为也是个标杆 第三个我们认为是品质上的一个标杆 刚才夏总已经说了 我们把它打造成五威级 甲级 鞋子楼 这样一个标杆 我们的绿色的 绿色环保 环保的 绿色环保 我们认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 是 那么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呢 我们采用了很多的一些绿色节能的技术 我们的目标 是把我们这个项目打造成 申请通过美国黎德金奖 这样一个目标 以及国内的绿色 新级平 平成三级 这样三级平价 这样一个双任者 那么这样打造的话 可以把我们普箱国际金融广场 打造成为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绿色的一个标杆 杨总是您肯定是看了 这个我们说越人无数 您是越写字楼无数 怎么看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的 一个亮点 一个亮点的这样一栋写字楼 它需要什么样的特质 刚刚杨总也提到过绿色环保 我们也跟很多客户讲过 实际上一个成功的企业 员工的满意度 怎么样会对这个企业满意呢 其中一个就是工作环境 现在他们肯把这种理念 带到办公楼的话 对员工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刚才我相信现在也很多人讲环保环保 但我觉得可能那个对我们来讲太遥远的一个情况 我们简单的算一下 因为他们有了这些环保的东西 我们可以减低我们的管理费用 这个就直接对用家是一个直接的效益 是马上有的效益 算经济账对吧 算经济账来讲 我是马上得到一个效益 而不是说20年后环境会怎么样 这些对我来讲可能太遥远的事情 但是这个就马上可以 但是从设计者的这个来看的话 您认为在您这个手笔里头几大亮点是什么 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这个是跟投入有关系的 首先我们这个楼的体型呢 我们是用了叫做水波的概念 因为它靠江嘛 所以它这个楼跟其他楼不远 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叫 比较带有弧线的这种 比较水波这样的这种 它是比较流线型的 那流线型它一个是视觉上 看它的外形 看它是一种比较有动态的感觉 它靠黄埔桨比较近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人在里面的话 因为流线型的做了以后呢 它其实外墙面更加延长了 所以而且它的江景 更加就是各个角度更加丰富了 所以我把有江景的地方 这个中国弧线 有弧线的距离 是比较直线要长 所以我们延长了它整个的 就是有江景的这个外墙面 景观面 像说更大的把日光 带到这个我的室内来 同时呢 在里面的人 可以更好地看到江景 住金高的地方也就多了 对对对 那么就是说这个楼本身 从外到内 它是自内而外是统一的概念 一般写字楼来讲 它最好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 它效率就高 但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 它将近是效率最高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把这个 岩浆的面拉长 是 那么同时对城市来讲 这个楼它比较特别 它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很死板的楼 它在这个地方 它正好是在 黄浦江那个转角的地方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在这种形态 当时我们拿到这个地的时候 它是一个 钻石形的地块 钻石形的地块呢 它不够方正 做怎么样的产品 实际上 过去我们做过很多方案 很难 最后呢 它那个才华 还是才华 出了一个水的理念 水的理念出来以后 水是楼河的 和这个地块的形状也有吻合 然后水又很有张力 有时候它不可阻挡 喷波而出 所以出了这样一栋 有水的元素的一个 180米的一个建筑高度 同时从180米的高度 掉下来一滴水 形成了沿东大明路的 两层楼 绝部三层的一个 群楼 商业的腐楼 非常好看 看上去有点像鸟巢 也很不规则 对吧 有下层是广场 同时 这样一个处理的手法 实际上是一种 平衡的阴阳的处理手法 它和周边 组成区的建筑 非常好的处理 周边的关系 而且这个商业穷房呢 它独立出来的 能够保证 我们办公的一个纯粹性 这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它说透 为什么商业做这么少 如果商业做大 价值更加大 那么为什么做小 那么我们搞商业 北外谈还不成熟 是 大体量的商业 你可能想到的 更多的是许家会 现在可能考虑到 五角厂 大连马蛋 它还不会考虑到这里 那么做这样的商业 今后发展前景 可能会怎么样呢 可能 不太清楚 那么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办公 考虑到金融的功能 和产业连接在一起 然后把商业 做成为这个办公服务的 一个配套商业 让高端人士 在这个区域 就能享受到 餐饮 休闲 零售 包括交通的 一系列功能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商业 地下两层 是和交通枢纽 地铁联通 和外滩黄埔江一线 的游艇码头 休闲娱乐 地下也接通 这样的话 实际上 无意当中 也提升了 我们办公楼的 一个附加值 那我想呢 听上去啊 这个浦江国际 这个项目 确实是有些特色的 特别是在外形上 但是这样的配置和设计 在北外滩 这样一个上载建设之中 还没有得到 充分市场验证的区域当中 它的市场前景 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第一地产 绝阵商场 稍后继续 今天 人们可以从上海 各个地方 比较方便的 到达北外滩 而就在几年前 无便的交通 还是北外滩 面临的巨大瓶颈 大连路隧道 和新建路隧道的 相继开通之后 车行一刻钟左右 便可直达陆家嘴 而走外滩地下 车行通道的话 也可以很快到达外滩 或者延安路高架 紧邻浦江国际金融广场 项目的北面 规划有北外滩交通枢纽项目 计划于2012年建成的12号线站点 就位于这里 加上现有的4号线和10号线 北外滩立体交通网络 已出具规模 交通瓶颈的打破 让外滩发挥产业优势 吸纳高端商务资源提供了可能 根据规划 未来的北外滩一方面将发挥原有航运产业的历史优势 发展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业 包括航运金融服务机构 另一方面 汇集一批为银行 保险等金融企业服务的相关产业 好的产业规划 需要高品质的办公项目作为载体 以浦江国际金融广场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端商务楼 陆续拔地而起 从散兵游泳到大兵团作战 北外滩在未来上海写字楼市场 能否占据一席之地 第一地产决战商场稍后继续 欢迎您回到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我们这一节要关注的是 北外滩写字楼的这个现状和前景 在整个上海应该说 这个金融中心是整个上海的战略 也是国家的战略 从目前的这个经济价值来看的话 小鹿家嘴这个老外滩 毫无疑问这个是上海的 可能也算是制高点了吧 对 但是北外滩可能在这一块上 应该是个是个挖地吧 现在来讲相对比较低一点 租金还是比较 你给大家讲讲大概的情况 目前租金的水平还是比较低 大概是三块多到四块多之间吧 但是呢 刚刚也讲了 两个中心的落实 石市交通等等 基本上都已经跟上去了 然后整个区域也已经规划的满清晰 让人家看到未来一个 但现在最要紧的一个 刚才我跟两位在讨论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 我说现在我们要淡化人 市民在老百姓在上海的 对老外滩的这个心理距离 现在因为我 可能算是新上海人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每次去外滩 北外滩我都觉得好像很远 跟我去虹桥 好像感觉完全不一样 虹桥也很远了 现在 但是你去北外滩 所以我觉得最要紧 我们现在还是要淡化这个心理距离 让人们真的觉得 现在去了 北外滩是很方便一些事 刚刚杨总说了 隧道等等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 对 硬件都上来了 现在怎么样去淡化人家 我们的心理 这个心理距离怎么换成的 就要靠重量级的低标性项目 您还是三句话不离这个项目 不不不 就是低标性的项目 也许是我们的 我们洋总是项目 也许是其他的项目 行业中心也好 就这些低标性 它我们叫要磁心 要磁场 就把人吸过去 你的项目低标性越强 综合影响力越大 那你的资产越大 就把人吸过去了 杨总 如果说当这个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落成之后 您认为就是 他还会经历哪些考验 真正算挑战的话 就是我们怎么样 在以后的两年的时间里面 真正的用心里 把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理念 一步一步通过细节 把它把握出来 把它体现出来 如果这些做到了 那么我们补将国际金融广场 这个项目 它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从装传卸货 人声嘈杂的小码头 到国际化 现代化的邮轮母港 北外滩走出了一条 华丽优雅的历史轨迹 作为上海金融航运 两个中心建设的重要支点之一 北外滩需要一批高品质 有特色多元化的写字楼项目 作为产业发展的聚集地和落脚点 非常感谢您收看 本期第一地产决战商场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提供知识 以应对变化的世界 中信出版 光盘听口电话 010-8484-9062 010-8484-9555 010-9555 100-9555 9555 844-6465 3% 450-9555 240-9555 4605 5605 5605